这个就是咱们集的最常见的六线谱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 今天咱们就来讲一下solo的正确练习方法 不用死精灵贝告别无效练习 首先大家千万不要着急按照六线谱上面标的这些数字去谈 因为他们记忆量太大 并且体现不出来阴阶的规律 我们正确的练习方法其实只需要两步 第一步请出集他的模拟纸板阴阶图 然后找到五弦三品的兜 然后在这我们发展出一串 的自然音阶 第二步记住这个图案 然后按着简朴去弹就可以了 先看第一句 看纸本音阶 然后看第二句 然后咱们再反过来研究六线谱 其实它上面标的这些数字就是刚才咱们弹的这些音 我们可以对比看一下 solo si do do so对应的是四弦五品 看一下四弦五品 然后看do是三弦五品 三弦五品 然后si do do 四品五品 四品五品 但是还是一看头我说的 如果你按照六线谱上面这些数字去谈的话 你是无法直观的把这些旋律里面的简谱在纸板上给它直观的体现出来的 并且六线谱这种标记形式还有一个最大的局限 举个例子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比方说第一个音so 它标记的是四弦的五品 你敢去谈五弦的十品这个音吗 如果你真的谈了五弦十品这个音 虽然它俩都是so 但是后面这些数字都要发生巨大的改变 又是一个庞大的记忆 如果我在这也给你标出一串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的自然音阶 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根据简谱 在按照这个图案自己去演奏的 可以这么说 只有按照这种方法去练习 你才能对纸板音阶更熟练 对弹奏solo更有心得 至于那种只会看着六线谱弹的同学来说 不打击你们 就算你弹了一百首一千首 你也无法真正的学会纸板音阶 并且眼尖的同学应该也发现了 这两串音阶不仅音高是完全相同的 就连分布图案都是一样的 这就说明我们只需要把其中的一个把位给它练熟了 再切换到另外一个把位都不用单独去记忆了 怎么老铁 关于solo的正确练习方法 你听懂了吗 我认识此刻有掌声 老铁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如果你觉得这一个八度的音阶不够用的 也没有关系 下集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快速的把整个纸板上的音阶 都给它串联在一起 不用死记硬背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关注咱们明天见